gtocci 哈嘍 各位好 有 isho 這一次是愛賽克斯共鬥活動的 主要是建造的兩艘船 一個是愛賽克斯 一個是 Nashville 再来另外這個獨立號是這個活動點數 累积兑换而来的 所以不用减着 主要见到就是两只金皮 那这两只金皮究竟性能如何呢 首先是艾塞克斯的部分 艾塞克斯呢 第一个战斗就是弹幕 它有额外的鱼雷弹幕技 而且是百分之百触发 它可以进水 而且对战舰有额外的增伤 这个伤害还不错 再来另外黄技部分呢 它是有这个自空能力 然后自强化自己航空值的可能 所以在很多战斗机的这个关卡 它的重要性 它的这个技能的表现非常的好 总之是打飞机打的越多 它自强化越强就是了 再来另外一个防御技能 是自身所属的这个白银舰队 有四艘的话 这个战斗中被对方的 航空攻击暴击机打的时候呢 会有减伤 所以它有减伤 它有自强化 它有百分之百的弹幕 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在未来推12张13张 它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再来香格里拉部分呢 一样它有弹幕 不过它是看几率的 80%的这个几率 会发动一个航空弹幕 伤害还可以 再来另外一个是 也是自强化的一个功能 随着时间越久 它打出来的伤害会越高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它的一开始战斗伤害不是很高 它大概要过40秒以后 它的战斗伤害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是比较脱胎前的一个航幕 它不像器业那些直接喊就有了 它的伤害要等到40秒以后 它会有所提升 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 再来兑换的独立号呢 它一样它也有这个战斗机的补证 当你装备了美国的这个舰载机的时候 它会补证它的效率 再来另外一个这个buff是 自己也会有这个额外的TBF弹幕 那同时你跟克蝶级的组队 就是克里弗兰 那些人一起组队的话 它会给克里弗兰有一定的buff 那自身的buff也会强化 还会强化自己的额外弹幕级 这个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绑克里克蝶级的就对了 好那这次一定要建造的呢 就是这个艾塞克斯 因为艾塞克斯本身的伤害 就已经跟企业不相上架 而且它还可以起到宝牌的作用 当你为了要打12、13张的时候 艾塞克斯的能力绝对会比企业还要好 因为企业它还是要看这个几率 触发这个额外的伤害嘛 那这个100%的弹幕加进水 就一定可以确保你每次打出来的伤害是扎扎实实的 所以整体而言艾塞克斯真的是很好用 如果你没有支援的话 你建到艾塞克斯基本上你就可以收散了 那除非你是想要全部都收集的话 再去建这个香格里拉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内容 活动内容就是所谓的共斗活动 什么叫共斗活动呢 它底下会有一排血量 就是整个伺服器去打这个共同的血量 当你打完之后呢 伺服器就会奖励给你这些一般的道具 被控炮 再来就是一些其他的资源 那这一个鱼雷机呢 基本上它就是给这个独立号做使用 它是美国的鱼雷机 那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独立号呢 它装备美国的箭载机效率会提升 那这个箭载机好不好用 基本上它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它的伤害很低 它要到第二阶段它会转换成比较高的鱼雷伤害 所以它也是属于慢手型的 基本上跟缩鱼比是比不太上啦 除非你的战斗时间拖得很长 这个鱼雷机才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伤害 那它也是绑定独立号 算是半个专武啦 那基本上通用还是用缩鱼会比较好一些 好我们回到这边来看 这边有分困难普通简单 那普通跟简单大概就是六七十级的人 你就可以打得赢了 那这个困难部分呢 大概就一百级以上 你就可以打了 你用前排二加一 甚至更厉害的你可以一加一 就可以打通这个困难 那这个困难打通一次的点数是一百二十点 所以你要累积报酬其实还蛮简单 而且一直打一直打 而且不用走关卡 点进去就可以出击 点进去就可以出击 所以一百二十点要干 其实还蛮无脑的 那这一野死的部分呢 就是给没有时间干点数的玩家去做使用 因为这边的爱塞克斯 它来到一百二十五级 等级很高 那这一关要拿分数 就是看你打多少血量 去换算数你要拿着点数 所以这边 它的爱塞克斯防空能力很高 所以不建议你用航母去打它 减伤幅度很好 所以一般建议就是你用大炮去打它 因为它是中甲型 所以用穿甲弹打它的伤害 特别特别的高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因为是打血量了 所以你在这六十秒以内 必须要发挥出你最大的活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 它在不同时间点 它也会有额外的增伤 到了最后8秒 它的增伤倍率来到2.4倍 所以你可以在8秒之后呢 把所有技能 all in在它这个2.4倍上面 所以一般召唤前腿挺的这个时间点 我会推荐在25秒以后 你再召唤出前腿挺 可以把这前腿挺的伤害 打出更高的一个伤害量 配合这个海妈 那这边全部打完 这个浮动点数大概是290点到300点不等 所以如果你可以全部打赢的话 那建议你在ES可以打完 那如果你打不完一半的血量的话 你还是回去这个困难 去打120点 还来得轻松一点 因为这个油耗很高 所以ES你可以全部打完 甚至打出很高血量的才去打 如果你打不赢50%血量的话 你会困难打 油耗还比较好一点 好 再来我推荐一下我刚刚在动画里面打出来的这个装备设定 那这边前面第一个要开炮的约克攻击 剩下的就是用这个射甲弹 当然你没有厌战的话 你也可以用浪巴尔或是用南胖来拼一下这个暴击 那前排确解的部分呢 是因为可以降低这个对方的回避 那如果台版没有确解的话 你可以使用罗恩 那相对是比较坦而且输出量也是比较高的 那克爹海妈增伤嘛 这一般来说大家都可以使用 剩下如果你要召唤前锤艇的话 那就看你有什么前锤艇 然后搭配这个氧气管跟踩棒 那鱼雷就看你有什么鱼雷就丢上去 最好就是金鱼雷 那没有的话就尽量丢上去 因为前锤艇艇可以帮助你打出额外的伤害 一般来说啦 如果可能的话运气好 海妈有出发的话 基本上随面部队都可以打得赢 那运气不好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用这个前锤艇 来帮助你增伤了 当然如果你用其他的队伍 用重音雷炮队也是可以 不过就是比较吃这个手操的一个部分 好啦以上是这一次艾赛共斗活动的一个基本介绍 那最主要就是见艾赛 再来就是努力去打点数 点数换完之后就没事做了 好啦那我是草莓牛 那有问题的话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